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驾车去了承包广告牌的公司 承包了三个广告牌一年的使用权 并付了第一个月的费用 承包广告牌的青年知道了女主女儿的事情 所以比较快速的晚上就去把广告牌设计好挂上去了 当天晚上 当工人在挂三个广告牌时 一个警察迪克森开着警车过来了 迪克森叫嚣着问这是什么东西 他看出来了这是讽刺警察不作为的广告牌 但是挂广告牌的小哥根本不买他的账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第二天媒体赶到了现场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这可是狠狠地打了当地警察的脸啊 警察局长是一个比较真诚 也是一个尽心尽力做事的人 只是在女主女儿这件事上有心无力 因为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警察局长来找女主说出了自己身化癌症的消息 但是女主思考不为所动 人都是要死的 你患了癌症又如何 女主这边已经无法解决广告牌的事情 于是迪克森和他的领导警察局长一起光临了承包广告牌的公司 迪克森威胁广告牌小哥 但是小哥不为所动 因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条令 迪克森和局长只能言语威胁 然后信信地走了 这个迪克森有暴力倾向 在警察局门口遇到广告牌小哥 冲上去让他把广告撤下来 还想打人 幸好警察局长过来拉住了他 毕竟街上有这么多人看着 其实此时迪克森在其他场合 遇到广告牌小哥也会嘲笑他 但是小哥从来也没有饶过他 句句讽刺 这天晚上教父来到女主家中 跟女主说女主的儿子在学校里出了点问题 儿子说只是有人传关于广告牌的闲话 女主知道教父是警察请来的说客 于是女主毫不示弱 三下五除二就把教父给气走了 女主去治疗牙齿 不料这个牙医却是个尖酸刻薄之人 对女主的广告牌各种吐槽 女主将钻牙洞的仪器钻向了医生的大拇指 医生痛得尖叫 女主警告他后离开了 女主刚回到上班的地方就被警察带走了 不过女主坚决不承认是自己伤的牙医 迪克森搞不定女主只能去搞定女主的朋友 以携带大麻的罪名逮捕了女主的朋友 还不允许报失 其实对女主来说 最大的压力和失望是来自于家庭 儿子在学校备受欺凌 前夫来女主家里指责他还差点掐死女主 一天晚上 不知道是谁一把火烧掉了三个广告牌 愤怒到极点的女主一气之下火烧了警察局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两面心 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女主有不计后果的一面 尽心尽力办事的局长却站在道德的低点 而且还是患癌症 谁都没有想到局长会自杀 这天晚上局长自杀死在了自家的马厩里 但是这仍然没能唤醒女主理性的一面 这部电影暗含的寓意有很多 迪克森后来慢慢发现自己也和女主一样 期待社会给自己公平公正的交代 但是当得不到时只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保护自己 从表面来看这部电影到处都是暴力 到处都在怼人 但暗含在里面的是人们的善良 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